我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 但我不認為這是一個缺點 因為每一個理財顧問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定位 而內向的人都有機會成為理財策劃行業的千里馬 我是Z世代的理財顧問 我叫Ivy 很多人認為作為一個理財顧問 性格一定要很愛向、很喜歡社交 好像平日就自帶spotline 其實我中學時讀理科 大學主修工程系 我覺得自己都算是挺內向 當初選擇理財策劃行業時 內心都挺掙扎 我一直都想做一個工程師 不用跟太多人接觸 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就可以 在大學時 我有機會去工程公司做委員 這就是改變了我想法的轉捩點 當時我有機會接觸了很多高層 他們在這個行業做了很久 但其實他們收入都沒有我想像之中那麼豐厚 加上我很多家人都住在外地 如果固住在一間公司的固定職位 一年年假只有十幾天 在這麼有限的時間內 我究竟是去探望家人好 還是去旅行好 當時我就問自己 我未來的二十幾三十年 是否都想過這樣的生活呢 於是我開始explore工程意外 我還有些甚麼選擇 最後我選擇了理財策劃行業 因為理財策劃行業的收入多勞多得 時間有單性 你可以自己分配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時間 所以我可以在不影響自己工作的前提下 享受和家人的天倫之樂 還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入行初期都會擔心自己內向的性價 會否適應不到這行 但是慢慢我就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不需要成為任何人 我只需要做好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找到自己最有信心的部分 就去做 你就會越來越投入 做得越來越好 而我未來的目標 我想迎聚更多的同老人 大家一起成長 一起見證大家完成自己的目標 各種感覺真的很開心、很棒 對於想加入理財策劃行業的新世代 我鼓勵大家勇敢嘗試 在這個階段的你們 通常沒有很大的經濟負擔 你們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就很可能得到很大的潛在回報 不如就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去突破自我加入理財策劃行業 De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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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at